全运会刚刚结束 国评小江黄颖奇 却突然变成了话题人物 同队友的相处方式 更是引起了一波热议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全运会混双的比赛中 黄颖奇和林高远 遗憾书给江苏队的混双组合 钱天一和孙文 比赛一结束 问题便出来了 19岁小江黄颖奇 大概是觉得自信心受挫 在赛后拒绝和裁判 以及对方球员握手致敬 直接离场走向替补机 甚至还有现场的观众听到 他赛后在球员通道 口出狂言吐槽林高远和刘诗文 不仅如此 他还在社交平台上 发表了动态仪表不满 暗指自己的队友林高远发挥不好 更是将此次比赛失利 全部推给了林高远 而之后黄颖奇更是变本加厉 在林高远和樊震东组队的 男双比赛中 林凡组合被淘汰出局 黄颖奇第一时间 就在社交平台上更文 称 善恶忠友报 天道好轮回 一时间引发了 网友们的各种口诛笔法 网友们纷纷发起请求 让重罚 黄颖奇此番作为 俨然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刘国良对此 该做出怎样的处理呢 善恶忠友报 天道好轮回 输球后大放厥词 面对如此队员 刘国良又该如何应对 国平队运动员有着严格的要求 黄颖奇如今的行为早有先例 刘国良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练 此前包括方博 王楚清都遭到了内部的禁赛出发 方博当时在比赛中 因为一个球是否擦网的问题 跟教练起了争执 导致比赛中断了三分钟 方博直接当场发表 将球拍放在桌子上 以示罢赛 走到副裁判的身边 飞起一脚踢倒毛巾架 而且比赛之后更是拒绝和裁判握手 这种现象一经出现 刘国良直接便将方博进赛了两场 并且紧格方博 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不理智行为 并会被取消国家队队员资格 而且方博的主管教练 还被连带罚款一万元 俱乐部被罚款五万元 这一处罚体现了刘国良的铁腕制军 而其实世界冠军方博 因为在比赛中 行为适当而被处罚 也不是国平队的首例了 张继克才是被处罚的顶层人物 国平三剑客中的张继克 凶狠地被球迷称之为脏骚 而他的痕也体现在了赛场上 甚至还因为过于狠 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在2014年的南平世界杯冠军争夺战上 张继克4比3显胜马龙登顶 获得了新塑料球时代的 第一个南单世界冠军 而由于战胜了马龙 张继克情绪高涨过于激动 庆祝的时候直接踢坏了场边的广告牌 兴奋上脑的情况下 踢完一边又跑过去踢坏另一边的广告牌 更是跳到了观众面前 扯下球衣扔向看台 攥着拳头狠狠炫耀着 忙着宣泄的张继克 根本顾不得国平里的规矩 再后张继克便受到了国际拼联的处罚 罚没了本属于张继克的4.5万美元冠军奖金 也就是人民币30万元 之后作为张继克主教练的刘国梁 更是狠狠地批评了张继克 在深刻的思想斗争之下 张继克便虚心地为自己的失态道歉 而如今作为新人的黄颖旗 有如此行为 你们觉得刘国梁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 每个运动员无论输赢都应该有一颗平常性 要赢得起输得有大度 要多磨练 否则难当大任呢